人生最高级的智慧是坐庄思维 一,到底什么是坐庄思维呢? 就是在你财富积累的过程中 你必须要保证自己处于庄家地位 而不是掉入他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之中 单靠自己勤劳和一点小聪明 其实很难实现财务自由 所以一个人想要突破自己的财富上限 靠的就是一种坐庄思维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意场上 既是一颗棋子,也是下棋的那个人 但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无法摆脱棋子的命运呢? 关键在于布局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商场招商 那商场是不是大庄家? 像一些大品牌 比如说星巴克,肯德基,喜茶,卖学 这些是不是主力店? 这些就是庄家邀请来的联合座庄 通常商场会给大品牌很长的免租器 甚至强势的品牌还要求商场补贴装修 是的,你没看错,商场要倒贴装修费用 比如说三亚某个商场邀请LV入主 而品牌方要求商场不能参与销售分红 而且要无限期免租加高标准装修 这就是品牌方的强势 那你知道为什么商场会这么做吗? 因为大品牌能够给商场带来流量 有了流量,商场才有价值 接着商场对外招租才能盈利 我之前做过很多品牌活动 一般来说深圳某头不流量的商场做展览 一个展位单日每天的租金超过了8000元 像这样的展位 商场做了300多个 也就是说商场在周六、周日两天 就能靠展位收租480万 所以对于一家商场来说 他们根本不关心小业主、小品牌的死活 他们只需要维持商场品牌的新鲜感和体验感 为商场创造源源不断的流量 流量就是商场最宝贵的财富 如果你经营过实体店 你应该明白 你跟房东签的店租合同 其实就是一份赤裸裸的不平等条约 当你经营不下去的时候 房东根本不会给你退押金 如果你不按时付租金 你还得支付违约金 不仅如此 你要退租 房东还会要求你把装修复原到之前的面貌 你又得花一大笔人工费和垃圾清理费 那你想过没有 你当初为什么会跟房东签这样的条约呢 因为信息不对称 一般商场都有专业的招商部门 他们手里都有稳定客户 同一时间大量客户会给他们包价 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激发起钱在租户们的美在竞争 在这个竞争中 商场就处于一个优势地位 当你犹豫不决的时候 商场就会通过这种优势地位来吓唬你 让你不得不提前做决定 只能乖乖交钱 甘愿做韭菜 二 普通人如何才能破局 下面我要说的干货来了 普通人如何才能破局 从原来的弱势地位变成优势地位呢 有 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小庄家 慢慢去积累你的筹码 专注在你竞争对手的弱点 从局部取得博弈优势 然后你开始慢慢翻身 做个小庄家 小品牌的出路就在于你要早早放开加盟 自己来做庄 把风险向下分探 然后再通过加盟店来增加你的品牌实力和影响力 接着通过规模效应来去跟商场谈优惠条件 或者让你很渺小的时候 你要尝试揣摩房东的需求 根据他的需求来应得你博弈的筹码 比如说房东有几栋都需要出租 但是租金不给力 这个时候你恰好会装修设计 你跟房东谈合作 你来运营和投入 房东只需要每个月分钱就可以了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同时你赚取的是市场增量的钱 这样你就能完美的避开了成为弱者 跟房东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甚至在经营方面 房东还要听你指挥 这就是角色的转换 红弱是角色 转变成坐庄角色 三 从局部最优到全局最优 做任何生意 都要先从找到局部最优解 然后从局部最优解谋划全局最优解 这样才不会让自己至于险境 人们经常看一本书 《孙子兵法》书中的主要思想 不是教你如何倚弱胜强 而是教你不战不败不莽撞少做决定 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胜利 看过武林峰这个节目的人 应该都知道两位勇者 一个是方便 一个是乙龙 方便至今保持了60场全胜的战绩 击败过世界排名前三的马库斯 横扫中美法德日等各个都大国高手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方便不是用身体在打拳 而是用脑子 用智慧在打拳 他不恋战 喜欢少战 为一场拳击会训练好几个月 会提前把对手的优势 劣势研究通透 从来不大无准备之战胜率自然提高 其实在拍短视频的时候也是这个逻辑 高手一般不会每天都拍一条短视频 而是往往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才出一条作品 这条作品保证足够优质的情况下 才会发出来 结果每一条都上热门 一条视频几千万播放量 人家一条短视频 比你拍一年的短视频播放量还要高 这就是高手 《孙子兵法》中讲的主动权 必时积需与主动制胜的虚实录 一 善战者 至人而不至于人就是坐装思维 总结 趋利避害让自己时刻拥有 选择权主动权 说白了 这个世界最高级的智慧 就是趋利避害 而趋利避害的本质 就是让自己时刻拥有选择权 而选择权的本质 其实就是坐装 所以我说 一个人逆袭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是否拥有坐装思维